大家好,我是大老K 看到本期视频的时候 应该还没有过完年 所以在这里 大老K给大家拜个晚年 祝大家晚年幸福 然后本期视频 我们不评测雪茄 我们来聊一聊雪茄烟 那么为什么要专门做一期 介绍烟烟的视频呢 了解雪茄烟烟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我觉得了解烟烟有两个用处 第一个是可以从根本上了解雪茄的整体结构 配方原理 第二通过了解不同烟烟的特性 就可以根据烟组配方预判一款雪茄的打质风味 为自己今后购买雪茄 提供一定的参考意见 那么就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开始 雪茄的整体结构我想大家已经很了解了 从里到外大致分为三部分 分为是夹心夹套和夹印 那么既然我们这期是讲烟烟 那么我们就详细介绍一下 这三个部分的烟烟有什么不同 说起雪茄烟烟就不得不提起两个烟烟品 都是通过这两种烟烟的优化杂交等方式获得的 那么我们就先来讲一下克里奥 这款烟草呢 对于雪茄来说 非常非常的重要 刚刚说过啊 雪茄分为夹心夹套还有夹衣三个部分 这是一个大结构的说法 如果细分的话呢 一款雪茄最简单的雪茄需要五种烟烟组成 夹心部分呢 就需要一张提供烟镜的烟烟 一张提供丰富香气的烟烟 还有一张助燃用的烟烟 那然后呢 另外还要需要一张夹套烟烟 还有一张夹衣烟烟 那么一共就是五部分 那为什么说克里奥很重要呢 因为啊 他一个人就能提供一根雪茄 他必须的五片烟烟当中的四片 克里奥呢 属于喜羊植株 植物从上到下的烟烟呢 分为 Crona Ligro Viso Circo Campote Vlado 六个部分 那么 Crona跟Ligro呢 就是我们俗称的叫顶部烟烟 因为这部分的烟草啊 获得的阳光 最为充足 通常呢 比其他的叶子更大 更厚重 而且呢 因为植物啊 顶端优势的原理 它能够吸收更多的土壤养料 所以啊 这种叶子 会比下部的烟烟 拥有更重的口味 更大的劲道 就是因为这些特性啊 它被应用到了夹心中 给雪茄提供烟镜 并且呢 它是雪茄啊 吃味的主要来源 但是啊 在实际的农业生产中 为了保证所有的养分 都能被叶子吸收 所以呢 烟草到了特定的季节啊 在植株的顶端 长出花苞的时候 农民啊 就会手工的 把这些花苞全部摘除 确保植株不会因为开花 而消耗养分 这个其实就是跟养鸡的 把那个公鸡腌掉 差不多的道理啊 这样做的最终结果呢 就是植株最顶端的叶片啊 会长不大 以至于它们一般啊 不会被用于优质雪茄当中 这部分的烟液呢 就是我们上面说的 Corona 所以呢 一般来说 真正用于提供烟镜的叶片呢 都是刺顶部的Ligro 但是呢 一枝雪茄的夹心部分啊 不可能都用Ligro来组成 因为它的味道过于霸道 这个时候啊 就需要用味道上更为柔和 自然的中部烟液来中和 一般呢 我们把中部烟液 统称为叫Sycle 那么这种烟液的日照啊 会比顶部烟液要少 但是比底部要多 所以呢 赋予了它相对温和的口感 它是雪茄香气的主要来源 如果细分的话呢 中部烟液呢 也分为两种 一种呢 就是中上部烟液 Viso 相对的就是中下部 就是Sycle 那么Viso烟液的特性呢 正好在Ligro和Sycle之间 所以这种的烟液 现在被运用的比较广泛 很多中度到重度的雪茄中啊 甚至不用Ligro 而是大量的使用Viso烟液来制作 好 那么现在啊 夹心出味出香 调劲的部分都已经有了 是不是这样就能组成完整的雪茄 夹心了呢 还不行 因为啊 从顶部到中部的烟液 毕竟都接受到了很好的光照 叶片呢 过于厚实 叶片中啊 含有的养分油分 还有化学成分啊 都是很多的 导致这些的烟液的燃烧效率 特别低下 所以呢 必须要给它们提供助燃剂 这时啊 最底部烟液 Vilado就出场了 这种烟液啊 生长在烟草植株的最底部 因为上层的叶片啊 长得都特别大 使得它呢 基本照射不到阳光 再加上啊 顶端优势 它们呢 也没有特别多的养料吸收 所以呢 Vilado烟液呢 一般都非常的薄 叶片内部啊 因为没有养料 所以呢 也没有什么味道 正是因为它的这些特性啊 致使这种烟液 极具燃烧性 正好是用作雪茄的助燃剂 那如果这片叶子啊 在卷制的过程中 和其他的烟液 贴合不好的话 就会造成隧道烧的情况 这也是为什么 遇到隧道烧的雪茄 一般都会没有味道啊 因为啊 Vilado就是没有什么味道 以上呢 就是夹心部分的主要配置原理 那么在烟草植株底部和中部之间呢 还有一种烟液 叫capote 那么这种叶子呢 可燃性也比较优秀 另外呢 因为不在底部啊 也多少有点香气 所以呢 它一般都被用作夹套部分 说到这里啊 大家就知道克里奥的重要性 那么现在的雪茄五部分啊 已经说了四部分了 那最最重要的夹一还没有说 因为呢 它不出自于克里奥 而是出自于另一种重要的支柱 那就是克罗桥 克罗桥啊 是在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 被培育出来的一种烟草 严格的说呢 它也是克里奥的一个变种 因为呢 它是通过选择性育种啊 从克里奥的种子中获得 第一株烟草 是在一个叫克罗桥的农场中培育的 所以呢 就把它取名叫做了克罗桥 那么克罗桥的种植呢 跟克里奥有很大的不同 它不需要在阳光特别充足的地方生长 相反的 它呢 需要在适当遮阳的地区种植 那么这种烟药的成品啊 颜色均匀 叶脉稀爽 富有韧性 是制作甲衣不可多得的材料 那么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啊 它是雪茄主要的甲衣来源 那克罗桥植株啊从上到下也分为很多种类 口味上呢 也会有明显的区别 在一般情况下呢 从上到下的颜色是越来越浅 味道呢 也是越来越柔和 那么夹衣的作用之一呢 就是让雪茄看上去美观 第二呢 是让消费者能够通过夹衣来判断一款雪茄的大致的强度 因为啊在雪茄产业中啊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在一般情况下 如果你要制作一款重口味的雪茄 那么会配一层颜色较深的甲衣 那么相反的就会配浅色甲衣 这样呢便于消费者能够根据甲衣的颜色来挑选适合自己的雪茄 当然啊这里不包括马杜罗 这个呢我会单独介绍啊 因为克罗桥烟液啊有那个抗病能力差的缺点 它呢特别容易受到蓝莓病啊黑镜病啊 还有其他烟草类疾病的影响 所以呢成品率很低 即使安安全全的长大 在后期的发酵过程啊 也特别容易出现斑点啊或者破损这种情况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雪茄的主要成本啊 是来自于甲衣的原因 OK那么以上呢就是雪茄结构的原理 当然啊上面说的这两种烟液都是非常古老的品种 像原始的克罗桥烟液啊 早在21世纪前就已经淘汰了 早已经使用了抗病能力更强的新品种来代替 例如说呢哈瓦那2000啊克里奥99啊等等 但是呢结构上是没有太大变化 说完了原理啊 想必大家对雪茄的烟草啊 已经有了一定的初步的了解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开始讲 各种烟草品种的区别和应用 因为啊现在 呃现代雪茄的烟草品种呢 呃实在太多了啊 我们也不可能一个品种一个品种的介绍 那样子的话呢估计讲个一个月也讲不完 呃毕竟呢我们也不是搞科研的对吧 所以呢下面的内容呢 我打算啊按照地域来介绍不同烟草原产国的烟业特点 当然了我的认知呢也是非常的有限啊 只能把我知道的一些内容简单的说一下 如果呢在这方面有比较精通的甲油啊 希望多多的指振啊 呃 在讲那个具体内容之前啊 呃我想先介绍一下马杜罗假意 因为之前啊有很多的小伙伴问我说 马杜罗是不是一种烟草品种啊 啊对马杜罗呢都非常好奇 并且呢 呃搞懂了马杜罗啊 对于理解我接下来要讲的内容啊 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呢我打算在这里呢 先把马杜罗的相关内容介绍一下 呃马杜罗假意啊 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黑嘛 对吧颜色特别深 而且呢呃呃很多知名的品牌的知名型号 都会专门发布马杜罗的版本啊 显得这层假意呢非常的特别 所以呢很多的新人甲油啊 都以为马杜罗可能是一种特殊的烟草品种 呃但实际情况呢并不是这样子的啊 那很多的假意品种的烟草啊都可以制作马杜罗啊 马杜罗和普通假意之间的区别呢呃只在于发酵 上面我说过啊很多雪茄都可以根据假意的颜色了 来区分呃呃雪茄的强度 那马杜罗的颜色这么深 是不是就说明马杜罗雪茄的强度就特别大呢 啊并不是这样啊 或者说并不总是这样子 马杜罗呢实际上是西语啊 翻过来呢是成熟的意思 它和普通的夹衣呃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发酵的时间更长 发酵的温度更高 所以呢它的成熟度也是最高的 就因为马杜罗夹衣的发酵条件啊更为苛刻啊 更为严苛 所以呢并不是所有的烟草品种或者地区都能制作马杜罗 现在呢最为常见的马杜罗品种呢 有阔叶品种圣安德烈斯品种 巴西品种哈瓦那品种 这里我说明一下啊 哈瓦那品种不单单是指地区啊 不是单指古巴地区啊 这里说的哈瓦那指的是古巴种的品类 就是古巴的种子古巴种品类 因为马杜罗夹衣啊发酵时间特别长 那么对于烟叶的厚度呢就有明显的明确的要求 以至于呢所有打算做成马杜罗的烟草植株啊 都是使用日晒种植 而且呢成熟后只使用烟草植株的前三分之二的部分 并呢使用精切的方式切割 就是说所谓精切啊 解释一下就是有些那个甲衣 雪茄的烟烟呢都是说哪片叶子成熟了 就先把叶子收下来 所谓精切呢就是从精的部分 就一颗整个就切下来 这就叫精切 那么精切完之后啊 就要经过前期的处理 就能进入这个漫长的发酵阶段 那马杜罗夹衣呢需要反复发酵三次以上 才能够成熟 那额外的发酵呢 使得马杜罗啊更加的圆润 使它聚集了更多的味道和香气 而呢那个经过长时间发酵之后啊 尼古丁啊和胺都会不断的减弱 最终呢使成品的味道丰富 口感顺滑 那么叶子中的淀粉呢 经过长时间的发酵呢变成了糖 那么增加了烟液的甜度 但马杜罗夹衣啊 也不是完美无缺的 因为它的原料呢 都是最为厚实的烟液 经过发酵后啊 更加的油腻啊 多汁 那使得马杜罗的燃烧效率特别低 那么毅燃的夹套啊 也很难控制它的燃烧锁 所以呢经常出现各种的燃烧问题 那改善这种情况的方法呢也是有的 第一个呢是把马杜罗的雪价 保存在相对湿度65%以下 第二呢是在点燃前啊 用火焰啊 烘烤雪价全盛 第三呢是充分点燃 做到以上的三点就可以最大限度的避免燃烧问题 OK那马杜罗呢 我们就讲这么多了啊 就不多展开了 优质的雪价烟草啊 是非常珍贵的 因为啊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少数的地方可以种植出优质的雪价烟液 它需要土壤 气候 地形 人工 技术 传统啊 这么多方面 汇集在一起才能够实现 那么下面呢 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 全球主要的雪价烟草 种植国 以及他们的特点 一个一个说啊 我们先说古巴 那古巴呢是雪价烟草的发源地 当今世界呢 各地使用的什么种植技术啊 养护啊 还有发酵传统啊 最早都是从古巴流传出来的 那古巴最好的烟草种植区呢 是位于比纳尔德里奥省的阿瓦霍地区 那么古巴烟草呢 以其浓郁的风味 饱满的强度 还有辛辣的香气呢 而闻名 那古巴独特的小气候和土壤呢 就营造出柔软而坚实的烟液 那外观风味和香气呢 都非常的精致 这就是古巴烟草 多米尼加 多米尼加呢 在雪茄行业中啊 被称为叫迪阿 那么古巴的这个邻居啊 在最近的几十年中 已经成为了世界上啊 最大的优质烟业种植国之一 那这在很多程度上呢 其实就归功于古巴大革命 因为在那个时候呢 有太多的烟农啊 逃离了家园 来到了邻国 继续他们的烟草事业 所以呢 迪阿很容易的就成为了世界上首屈一指的 呃 种植区 那么从历史上来看 迪阿主要生产味道 呃 相对温和的夹心烟液 但是啊 最近的十几年 呃 这个国家呢 已经生产出了味道更饱满 强度更大的烟草 甚至呢 已经有能力 呃 提供加一了 啊 迪阿生产的烟草呢 主要有两种 呃 一种叫奥罗 还有一种叫皮洛托 那么奥罗呢 是多米尼加原产的烟草品种 那皮洛托呢 是古巴种的烟液 经过几十年的种植啊 呃 基因发生了变异 现在呢 已经成为了迪阿的特色烟液 那奥罗烟液呢 呃 因其复杂的香气啊 出色的燃烧 还有啊 能和大多数烟草混合的特性啊 而备受赞誉 那么呃 在迪阿生长的皮洛托烟液呢 会比奥罗更加的饱满 更富有弹性 那多米尼加的主要种植区域呢 是位于北部的圣地亚哥周围 那么坐落在两个山脉之间 叫西瓦奥河谷 这个地区的土壤 人力条件呢 都非常适合生产优质的烟草 啊 接下来我们讲尼加拉瓜啊 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呢 尼加拉瓜人民啊 一直生活在政治的漩涡之中 那么国家的动荡呢 直接扰乱了雪茄烟草的生产 但是呢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啊 它已经证明了自己有能力生产 世界上最丰富辛辣芳香 还有复杂的烟叶 那么在尼加拉瓜北部 距离宏都拉斯边境不远的 叫艾斯特利和那个康德加 那么是尼加拉瓜 大部分烟草的生产地 那么这两个城镇呢 都拥有非常肥沃的火山土壤 就像雪茄世界中的许多地方一样啊 它们很遥远 很难到达 但是呢 都拥有肥沃的土壁 能生产出质量非凡的烟草 接下来讲巴西吧 巴西呢 巴西的烟草呢 在很早之前啊 并不被人待见 一般呢 都是用于制作烟斗丝啊 或者说是整张整张的售卖 然后呢 买的人啊 自己回家卷一下 就当雪茄抽 这种情况呢 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的60年代 从这时起啊 优质的雪茄烟叶才开始在巴西发展 虽然呢 直到现在啊 巴西雪茄仍然不受到 很多雪茄客的青睐啊 但是呢 嗯 它确实在 呃 这个夹衣市场上啊 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而且呢 正在努力发展 夹心烟叶 在巴西啊 东部的叫 巴伊亚省啊 有一片不到200英里的 被称为叫 呃 孔卡沃的一个盆地啊 生产一种啊 非常独特的 夹衣烟叶 叫马塔菲娜 啊 它是一种啊 日晒 日晒的那个烟草 通常呢 被用于制作夹衣 它有很深的颜色 中等的强度 味道呢 浓郁 芳香 啊 并具有天然的甜味 啊 能够生产啊 优质的 呃 马都罗甲衣 啊 呃 卡麦龙啊 呃 在那个卡麦龙啊 生产烟草啊 一般 在卡麦龙生产的烟草啊 一般被称为 就叫卡麦龙烟草啊 但是呢 更准确的名称呢 应该叫中非烟草 啊 它们呢 呃 以其丰富的口味啊 和香气文明 啊 非洲这个地区啊 肥沃的土地 生产出了一种 呃 独特的烟草 它呢 不需要施肥 啊 在阳光下生长 一致的气候呢 和多云的天气 给它们创造了 种植夹衣的条件 中非烟草的质地呢 比较柔软 弹性好 强度大 非常适合制作夹衣 那么这种夹衣呢 颜色呢 是深棕色的 通常呢 还具有 诱人的那种 红色调 它们的味道呢 特别饱满 而且呢 烟草的表面啊 具有独特的颗粒感 即使啊 燃烧过后 都能看出 这个烟灰上啊 有颗粒的质地 非洲种植的烟草呢 属于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企业 那么法国人呢 早在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啊 已经开始种植 和开发 这个中非烟草 但是呢 质量上呢 很一般 后来呢 在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 有个叫 梅拉菲尔家族啊 通过大量的投资 基础设施 和人力 那么率先开发出了 优质的中非烟草 今天呢 因为这种 这些非凡的雪茄制造商的 坚持和贡献啊 中非烟草 已经能够满足 消费者的需求 下面我们讲 讲印度尼西亚吧 印度尼西亚的苏门达腊 有一种 苏门达腊一直有种植 雪茄烟草的传统 历史呢 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 那么岛上的 丰富火山土壤啊 生产的烟草 具有康涅狄格 和中非烟草之间的颜色 那么烟草的品种呢 独特 而且古老 苏门达腊种呢 也在墨西哥和厄瓜多尔 广泛种植 那么无论是在 苏门达腊种植呢 还是在其他国家来种植 这种烟草的颜色呢 一直非常一致 味道呢 也非常的浓郁 但是呢 它缺乏复杂性 通常呢 也是被用于作为家义 想亚麦加吧 亚麦加啊 虽然这个岛屿呢 拥有很多的 它有很多的野生烟草品种 但是呢 亚麦加呢 从来都没有 那个深厚的雪茄烟草文化 大约是在1875年啊 古巴移民啊 将那个烟草种子呢 带到了亚麦加 并开始了雪茄的事业 那么在上个世纪呢 许多知名的品牌啊 都使用亚麦加的烟草 作为夹心混合物的一部分 比如说呢 罗亚尔啊 麦克纽度啊 等等 都用他们的烟草 但是由于啊 战乱啊 飓风啊 还有那个劳工的问题啊 亚麦加呢 最终呢 未能实现 像他们邻国 邻国古巴 多米尼加 在雪茄世界中的地位啊 这个就非常可惜啊 我们就一笔带过了 下面呢 我们来讲墨西哥 在墨西哥的港口城市 维拉克鲁斯东南部的 圣安德列斯啊 坐落在那个火山和大湖的中间 啊 这是墨西哥雪茄的中心啊 雪茄生产的中心地方啊 虽然墨西哥雪茄的声誉啊 不怎么好 但是呢 许多知名的品牌雪茄中啊 都使用墨西哥的夹心跟夹意 那么圣安德列斯的土壤养分呢 非常丰富 生产的烟叶味道啊 很特别 能够满足一些喜好特别的雪茄客 那墨西哥自己生产的雪茄呢 大部分为全墨西哥烟草制造 所以呢 喜欢的人很多 讨厌的人也很多 但无论怎么样啊 无论你个人喜好 还是不喜好 那墨西哥的烟草呢 都是独树一致的 墨西哥最著名的烟草品种呢 是圣安德列斯的叫内格罗 那么 这种烟草呢 和康涅狄格阔叶一样 使用精切方式 那么适合制作夹套和夹衣 因为这个品种的烟叶呢 特别的坚韧 可以承受马杜罗所需要的额外发酵 所以呢 是马杜罗夹衣的优质原料 那么奥利瓦V的那个梅拉尼奥马杜罗啊 就是用的这层加衣 下面我们来讲美国 那北美地区啊 种植了两种特别的雪茄品种 种植地呢 位于康涅狄格州 哈特福德以北 哈特福德啊 说实话哈特福德以北 那么被称为叫康涅狄格河流域 那么康涅狄格这个词啊 不仅限于说州啊 康涅狄格州 同时呢 它也是指贯穿那个 马赛 马赛诸塞州的河谷 这个河谷中的土壤呢 属于是冰川起源 它们是那个冰河时期沉积形成的 它呢 不如那个火山土壤这么好 但是呢 它能生产独特 而且呢 柔和风格的烟印 那么1900年呢 古巴的种子被带到了这个地方 在这里呢 它们使用遮阳的方式进行种植甲衣 那么如今呢 康涅狄格遮叶呢 已经是世界上最珍贵 最漂亮的甲衣之一 它具有非凡的韧性 细小的纹理 柔滑的质地 以及浅棕色和金色的颜色 另一种呢 与它相对应的品种呢 就是大名鼎鼎的康涅狄阔叶 就是我们平时经常说的叫康州阔叶 这种植株呢 相对于康州遮叶来说呢 比较矮小 但是呢 叶子很大 它一般啊 种植在阴凉处 但是呢 不采取任何的遮阳措施 康州阔叶呢 是一种结构致密 而且非常油腻的烟草 现在呢 它已经成为了许多雪茄 甲衣的流行用品 经过特别的发酵呢 它会成为非常优质的马杜罗甲衣 而且呢 康州阔叶制作的马杜罗啊 比墨西哥的马杜罗 更粗 更厚 更油 下面我来讲厄瓜多尔啊 厄瓜多尔呢 它是位于南美洲的西北海岸 自20世纪的60年代 一直是种植优质的雪茄 优质雪茄的夹心和夹意 那么厄瓜多尔的地理位置呢 非常的独特 在烟草的整个生长期内啊 几乎都是云层遮蔽啊 在这种环境中呢 自然散射的光线啊 会减少叶脉的大小 叶子呢也会更薄 更柔软 而且呢 颜色的一致性特别好 那厄瓜多尔呢 以拥有30多座火山 和极其肥沃的火山土壤而闻名 它大部分的烟草呢 都种植在 安地斯山脉的山脚 那么 那对于厄瓜多尔的烟草来说呢 最大的威胁呢 就是厄尔尼诺现象 当太平洋的水域啊 那个升温的时候啊 厄瓜多尔呢 就会出现强降水现象 那么烟草呢 也就不能正常生长 那厄瓜多尔啊 没有自己本土的烟叶品种 它最受欢迎的产品呢 其实是康涅迪格种 还有是苏门达腊种 而这两种烟草呢 在厄瓜多尔种植出来的风味啊 和强度 都会比它们原产国啊 更加的柔和 还有自然 以上呢 就是全球雪茄烟草的主要产区 和特性的简单介绍 那些小产区 我们就不去多讲了 最后呢 我们来说一下 这些产区的烟草啊 具体在风味上 都是怎么样子的表现啊 首先呢 我们依然是讲古巴啊 古巴的烟草呢 具有深沉丰富 芳香的那个果香 还有花香调 那么背景呢 带有泥土般的那种底层的香气 那么其中呢 一些还具有非常独特的甘蔗甜味 那么这种的甜味呢 与其他的什么尼加拉瓜 或者多米尼加的烟草啊 非常不同 另外呢 还有坚果和牛奶巧克力的味道 还有香气 它具有的 它具有那个独特的个性和元素啊 那么辣味呢 更多的是伴随着的是那种 白胡椒的香气 在白胡椒香气当中 它会体现出那种辣味啊 尼加拉瓜啊 尼加拉瓜的烟草呢 具有那种黑胡椒的香气 甜味方面呢 主要表现为 糖蜜 还有像那种椒糖味 浓咖啡 还有黑巧克力的味道 还有香气 都非常浓郁 那么背景呢 更多的是皮革元素 它具有非常独特的那种 甜辣甜辣的那种味道 这就是尼加拉瓜的烟草特定 多米尼加 多米尼加的烟草呢 具有黑胡椒 白胡椒的那种辛辣感 独特的那种 那种泡过水的那种 潮湿的那个土味 土制味 还有那种 那种西梅的干果味 所以呢 多米尼加的雪茄的风味和香气啊 确实是非常特别的 宏都拉斯啊 宏都拉斯的烟草呢 辣度比尼加拉瓜烟草啊 要弱一点 它一般呢 具有烤面包的那种气息 很重的那种坚果味 还有香气 它也是啊 它也有那种水果甜味 但是呢 并不芳香 并不芳香 这个地方 我们来说 接下来说喀麦隆啊 喀麦隆的烟草啊 都带有明显的甜味 辣度呢 比较均衡 它还具有坚果 还有柠檬味 完全不同于 其他地方的那种烟草品种啊 再讲个哥斯达利加啦 哥斯达利加呢 它的烟草非常的朴实 中等甜度 有比较重的坚果味 这是它的特点 我们来讲秘鲁啊 秘鲁烟草啊 它是有浓郁的咖啡 巧克力的 悠长的味道 但是呢 这秘鲁的烟液呢 一般来讲 非常非常辣 非常辣 再来尝尝巴西吧 巴西的烟草呢 我们主要要说 它的甲义 它有厚重的甜味 还有干燥的木香 那个C.O.O.巴西啊 就用的 马塔菲娜就做这个甲义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是不是这个味道啊 墨西哥啊 墨西哥的烟草特点呢 很简单 主要就是甜味和土味 那么辣度呢 很低 非常柔和 厄瓜多尔的烟草啊 非常辛辣 具有均衡的甜味 很多的雪家 使用厄瓜多尔烟草啊 就讲这么多吧 好了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本期视频的 所有内容了啊 如果你真的说是 没有拖动进度条 看到这个位置啊 我想你绝对是有成为一名 真正雪家客的潜质啊 如果对雪家有什么疑问 或者说是纯粹啊 就想找个地方交流呢 那么欢迎加入 大老K的雪家群 那么喜欢我的视频 或者喜欢雪家的朋友呢 请投币 点赞 转发 那么我是大老K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